又來到一體一花爐的環節 中秋節強調人月兩團圓 雖然歐洲那邊可能不知是中秋節 不過講到團圓的話 皇馬整隊球早前亦搞了團圓聚餐 你又知人家不知 我的鬼老朋友個個都懂得Mid Autumn Festival 那你又知人家知 我說知就知 皇馬慶慶祝球隊聯賽三年勝 所以都想讓球員輕鬆一下 在自己的球員訓練基地裏面 就搞了聚餐 還可以攜眷出席 讓大家共聚天倫之樂 C朗一向都很疼愛兒子 誰人都知道 他亦都在聚餐上和兒子拍了一張照片 想不到平時C朗就很酷的 對著人前 但是對著兒子就真的父愛都出來了 看到照片裏面 他戴著一副搞鬼的眼鏡 而且頭也戴著一個紫色的爆炸頭假髮 兒子亦都不甘示弱 亦都戴著一副幻間的眼鏡 和一頂很漂亮的帽子 可以見到照片裏面 兩個人都少得很開心 亦都見到 小C朗真是盡得他的型男爸爸真傳 你不說 我以為那個肺爛來的 但C朗這麼開心也有他的原因 除了球隊三連勝之外 他自己剛剛對上一場聯賽 終於復出了今季第一場西甲 大家不要以為他九疏戰陣 狀態滑落 誰知他正選上陣六分鐘就馬上入球 加上週中在歐聯 對著武會試booting更加在89分鐘 射入一個非常漂亮的罰球 狀態可以說是完全回來了 所以就笑到見眼不見眼 對呀 講完C朗 我們都要為大家追蹤美思的消息 是嗎?他們一對 對呀你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是否因為 美思見到C朗 就在表現自己和囝囝有多甜蜜 他亦都在同一天 都把囝囝的照片放上Instagram 就是了 都不知道是否故意 不過除了騙Like之外 相信他亦都真的